很多宝妈在怀孕之后,都十分想了解自己腹中的胎儿是什么性别,其实这并不代表宝妈重男精女,毕竟自己的孩子有谁会不喜欢呢,而是出于好奇,想有一个心理准备,好在未来能够更好教育孩子,其实,生男孩还是女孩在怀孕的时候,是有一些征兆的,在这里我总结了一些宝妈的经验, 如果你有这几个征兆,那么说明你怀的很大可能是女孩子 第一,怀孕期间孕妈的皮肤变好,由于孕妈怀孕期间受雌激素分泌的影响,在孕妈怀男孩时,皮肤容易变得粗糙且无光泽,甚至在怀孕的后期脸上还会冒出一些青春痘,而如果怀上女孩的话,那么孕妈的皮肤会变得比较来袭光华 第二,怀孕弱但频率快,如果孕妈想判断胎儿的性别,其实根据怀孕的强弱,也可以一次判断 一般还说,怀上男宝的怀孕是140左右,而怀上女宝是在150左右,而如果怀上女宝的话,那么怀孕一般是较慢,但频率会比较快 第三,怀孕起伏比较大,如果怀上女宝的话,那么如果你的肚子像是有什么在搬滚的话,那你就有很大的几率怀上女宝 而一般来说,怀上女孩的话,怀孕是靠右,而且起伏会比较大 第四,怀孕早期反应强烈,有很多妈妈都表示过,自己在怀上女宝之后,怀孕早期的反应会比较强烈,而且严重的话,还会伴随着头痛,恶心的症状 而如果怀上的是男宝,则反应没有那么强烈 那么宝妈们你们在怀一家小公主的时候都是怎样的情况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